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包括了新竹的琼林 花莲的新城 甚至石雨量一度都来到了50 60毫米 最高温出现在桃源的大圆 下午一点多 超过了35度 接下来 明天要留意的除了西南风之外 还有一个轻度台风卢弊正式生成了 虽然对台湾本岛没有直接影响 而是间接影响 但是外围环流加上西南风 对于西半部 尤其中南部的降雨威胁 还是得要严防的哦 我们就马上透过地面天气图要来看到 我们提到这段时间呢 台湾都位在整个大的低压带当中 这个低压带里面呢 还有其他的低压呢 在这里发展 除了今天正式生成的这个卢弊台风之外 东边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热带低压 未来也有机会变台风 但是呢 主要朝着偏东北的方向移动 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 不用太担心 要留意的就是这个卢弊台风 它未来会怎么移动呢 我们透过路径图也要来看到 这个卢弊台风目前呢 位在台北西南边 大约是在7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 暴风半径呢 大约在60公里左右 范围不是很大 未来走的速度呢 每个小时会以13公里 转10公里的速度呢 先朝着偏东北 再转偏北的方向来移动 预计呢 在明天早上的时候呢 就有机会从广东的汕头这一带呢 登陆中国大陆 登陆之后呢 因为它原本强度就弱了 受到地形破坏 不排除有机会减弱 变成是一个热带低压 不管有没有减弱 接下来等到礼拜五的时候 沿着福建的沿岸北上 接着等到礼拜六 再度的出海 接着往东北的方向移动 所以这路径来看的话呢 也就是明天开始 一直到礼拜五到礼拜六 相对距离台湾 相对最近影响最大 但是暴风圈并不会直接碰到 台湾本岛陆地 所以对台湾主要呢 是间接影响 但是外岛包括了金门 包括了马祖 有机会进入它的暴风圈哦 所以呢 外岛的金马地区 这次影响会最大的 接下来西半部也要留意 因为除了原本的西南风在吹 台风环流逆时针旋转 也加进来了 所以西半部尤其中南部 这次也要严防豪雨出现 我们就透过卫星云图一块了解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卢弊台风呢 其实目前在这个位置 结构并不对称 其实北边比较弱 南边比较强 强对流就在南边这一块 未来虽然主要呢 朝着这偏北的方向 进入中国大陆了 但是南边的这地流会被带上来 所以我们提到中南部 这次就要严加戒备了哦 像明天来看到的话呢 随着明天台风逐渐的 在北上进入中国大陆的过程当中 外来环流影响 西南风原本持续吹 所以明天南部的雨 会比今天来得更明显 提防局部豪大雨 甚至有强降雨的机会 中部明天的雨势 也会逐渐增强 也要留意局部的豪大雨出现 北部东半部 明天也会有一些短暂震雨 但主要还是下午 加上热地作用 降雨会最明显 雨势也会最大 接下来等到礼拜五 等到礼拜六的时候呢 台风逐渐的北上过程当中 逆时针环流持续呢 对于整个西半部地区 会带来明显的雨势 所以礼拜五到礼拜六 整个西半部 都要沿防局部豪大雨发生 尤其是在中部南部 沿防强降雨出现 东半部被封面影响比较小 但还是会有降雨出现的哦 等到礼拜天的时候呢 台风慢慢离开了 但这时候 西南风还是持续在吹 所以礼拜天的天气 还是不稳定 预计要等到下个礼拜 随着太平洋高压势力 慢慢增强 把水气给慢慢推开 到时候水气呢 在下礼拜之后 才会慢慢减少了 但最后也要提醒大家 因为呢 明天一直到礼拜六 台风的环流影响 台湾各地的沿海 要提防强阵风 还有长浪 还有呢 台湾海峡这一带 也可能会出现 四到五米的浪高 所以渔民朋友 在作业的时候也要特别当心 最后天气上的小叮铃 也要再次的提醒您了 这个卢比台风 明天呢 会进入大陆的广东 虽然会逐渐的减弱 但是呢 不管有没有减弱 金门马祖有机会进入暴风圈 影响最大 台湾本岛则是间接影响 明天到礼拜六 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间 整个西半部 尤其中部南部 要沿防可能会有强降雨出现 各地沿海 也要沿防强风长浪了 明天天气 透过图卡一块来关心 台风环流加西南风影响 明天北部的天气 来得比较不稳定 尤其是午后 要提防局部大雷雨出现 降雨云多 所以温度就不至于升得太高 在北部的温度 大约都介在26到32度之间 而到了中部地区呢 在明天 随着台风环流影响 西南风上来 明天降雨也会比今天增加 要提防局部的豪大雨出现 也不排除可能有局部的强降雨 同样温度也不至于升得太高 台中彰化南头高温31度左右 低温26到17度 而南部地区呢 明天同样天气也相当不稳定 雨试毁比今天更明显一些些 和提防局部的强降雨发生 台南26到30度 高雄26到30度 屏东25到29度 而东半部地区呢 在明天同样也都会有短暂震雨机会 不过主要还是以午后雷震雨为主 宜兰26到32度 花蓮26到32度 台东27到31度 另外外岛的金门跟马祖 这次有机会进入台风的暴风圈 所以未来影响会是最明显的地方 澎湖同样也会降雨 高温30度左右 锁定台式气象 君凯每天跟您聊天气